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Skatch当中工具 工具箱 也就是工具栏 那我们在Skatch当中工具栏这一块的话 我们要知道Skatch它所有的工具 都包含在我们的工具箱当中了 那么这个工具箱我们是可以进行自定义的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新建个空白文档 新建之后我们如何进行自定义呢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 我们可以单击鼠标右键 可以选择不要文本 只要图标 我们也可以选择只要文本 不要图标 那当然默认情况下是选择图标和文字的 也是推荐大家这样设置的 因为这样图文并茂对不对 都可以非常一目了然了 那当然我们更加重要的就选择这个 这个叫做自定义 那跟Photoshop不同的是Skatch它的工具 它是可以自定义进行排列的 例如说我想去添加一个工具到上方 我就可以直接选择拖拽 拖拽放上去 拖拽放上去 那把这个拖拽放上去 对吧 那放上去之后呢 我们不想要了怎么办呢 我不想要了 可以选择删除 对吧 往下拽就可以删除了 当然假如说我现在需要的是把这个放上去 这个呢我也放上去 这两个是一个是分组 一个是取消分组 但是呢分组跟我们的编辑变换 它们两个属于是两类工具 那我如何分开呢 注意Skatch非常人性化 我们可以选择拖拽一个空格放上去 这样的话它这个地方就空了一下 我们点完成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发现这个地方就空了一下 对不对 那同样的道理 假如说我想让变换跟旋转 用一个空格隔开 怎么办呢 我可以拖过来 对吧 而且我们还可以调边距 调这个间距 这个调间距 对吧 同样的道理 那当然 我们不想要了 也是一样的 可以进行删除的 那么上方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所说的上面这一部分 大家会发现 这些是我们常见的工具 那下方这里面有一栏叫做 或者将默认一组拖拽的工具栏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些设计师习惯性的拖了很多常用的 就是针对于当前的这个项目 很常用这些工具 他就把它拽上去了 拽上去之后 会发现这些工具 在下一个项目的时候用的比较少了 我们如何把它恢复成默认状态呢 好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下面这一排 就是我们这一排 直接把这个默认的拽上去 大家发现 他就恢复成默认状态了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可以选择紧图标 跟上方的这个右击实际上是一个概念 好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工具实际上是有分类的 有分类的 例如说插入 插入 那这一排呢其实都是属于插入类的 就是插入什么形状啊等等 对不对 而这两个呢 它是一个组件 就是我们的有点像类似于符号的概念 那这一组呢 它是一个分组的 再过后是不而运算的 大家发现 对吧 它是有分组的 为什么他们挨着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个是层次的 那这个是工具 就是编辑啊 然后变换呀 等等等等啊 它是这样一个概念 下方是一些显示类的 比如说啊 蒙版 它属于显示类的啊 还有这个什么标尺啊 网格啊等等啊 好 这就是我们工具的一个最基本的使用方法 好 我们给大家去记一下笔记 写一下笔记 工具栏 工具栏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于sketch来说 因为我们在设计过程当中 一直在使用这些工具 那么给大家阐述一下工具 它包含了啊 这个 它的工具是囊括了sketch当中 大部分的工具啊 好 它的工具 那我们使用方法调整 应该是自定义 自定义工具 那么自定义工具如何自定义呢 我们可以选择 可以选择需要的 或者常用的工具 将添加到工具栏中 也可以把不需要的进行删除方法 如何删除添加呢 拖拽上去即可删除 也可以添加空格 以区分工具的功能 那么 拖拽上去即可 应该是这样子 删除 删除的话 可以直接 拖拽 下栏即可删除 那么 备注 如果需要 如果认为工具 蓝 叫比较乱 是可以 选择下方 默认 的 拖拽上 默认的工具 蓝 拖拽 替换即可 替换即可 而且呢 还要注意的就是工具蓝 是有 是 以分类 进行排列的 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这就是我们工具蓝的 使用方法 以及技巧 所谓的工具 就 有 这 养 回 这 我 想 想 这 我 来 来 早